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植水炒汤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调风的方法 之前我们讲调风不调风 今天我们要详细讲一下调风的方法 而且我想把调风的方法 我们讲得更加的高端一点进一步 因为我们经过这些时间 如果是有跟着我一起 不管是专栏也好 还是跟着我这个视频 有一直练的朋友 应该对我们这些技法 应该也有一些帮助或者提升 今天我们要再来讲讲 我们更加难的一些 或者更加微妙的一些东西 那调风呢 这个更加高阶的去体会 其实我们家里要体会毛笔的弹力了 我们就说 经过这一个 你这一个基本的技法的掌握之后 下来我们要努力向着这个叫什么 比人比合一的这种境界去追求 那调风当中就很需要 其实很需要体会 这个毛笔的一个弹力 也就是说调风的时机 你这个时机就是一个体会 毛笔弹力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下面这个字 这个五 它这个字 你看这个横过来 这里有一个下去 然后上来的一个过程 你看这里要转弯调风 那什么时候才是最佳的时刻呢 就是毛笔按下之后 提上来之后的那一个毛笔 给了你一个弹力 你要利用这个弹力 比如说我下慢动作 你看下来之后 下来之后我们要行笔 要往上走 往上走 你看毛笔会有一个往上 随着我们这个惯性 往上一个弹力 然后你就顺着这个弹力去调整 你看这也一样 毛笔弹力给我们了 我们就上来 所以也就是有时候我们行草书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有弹性一点的毛笔的原因 可能你当时没有想到 这个是就只知道 这个笔好不好写 其实它的这个调风 你有时候发现它不好写 因为它没有给你一个弹力 没有这个体会 你就不知道在哪个时间 去做这个调风 所以好的毛笔 它会给你一个弹力 也不能说好 就是适合写行草书的这个 比如说你看下面这个 你看下去之后 有一个反作用力上来 下去上来 你看 就这个时机就是 最好的调风时机 它的这个时间短到 不要说零点几秒 我应该是零点零几秒 你要去体会这个毛笔 什么时候送给你这么一个 小小的微妙的这么一个弹力 下来弹力 它调风 特别你看这种 米肤有时候很多的蟹爪钩 为什么 其实它在延缓这个弹力的时间 米肤通常有一些 额外的一些动作 原因就是它在延缓这个毛笔 送给我们这个弹力的这个时间 它更容易调 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折的时候 你看这个下来 折的时候 它有时候这样一下 这样过来 你看 其实本来是 下来毛笔送给我们弹力 马上就走了 它是 把这个弹力 进行一个 转换 你看过来往下转换 然后再走 这个弹力就 时间就怎么样 因为有了一个行程之后 时间当然就 长了 时间长了 那就当然有利于调风 米肤有时候的折 你看这下来 这一下 这过来 为什么这样这么几下呢 因为它时间多了呀 毛笔给它弹的时间多了 你看这样上来 你看它有时候卸爪钩过来一下再上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毛笔晚上一送已经送上来了 它延缓了一个调风的时间 会出现这种卸爪钩 当然它这个原贴是没有卸爪钩的 我只是引试了一下 这就是做到人笔合一之后 你能够体会毛笔细微的变化 那我们这个大毛笔 像这么大的毛笔 你可能体会起来会容易一点 因为它这个毛多粗 你就能够更容易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弹力 你更容易体会到 如果小的毛笔 其实更难 因为它那个力量微乎其微 所以我之前啊 我的老师那时候曾经跟我说过 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手感手感啊 就是说我们写这个毛笔的时候啊 这个小的字 小字的时候是小字的那种 手感 我就搞不清楚 他说手感好手感坏 因为你手感差的时候 你真的就 这个弹力这个东西根本就体会不到 或者说笔性 有些人笔性特别好 为什么呢 一开始他就对毛笔有一个天生的一种 亲近 他拿到一只毛笔 他就自然而然的 他懂得去写出来 他就是已经使用了 而我们有时候通常都得去思考 毛笔送上来了啊 你看这下去 他送上来一个力量 走 要思考 当然大部分人都是要思考的 即使没思考 偶尔一两次做出来 他可能不是所有都能够做出来 有时候他就做不出来 那就不专业 就是像什么 那种靠激励 靠概率搞掉一两次准 那是不行的 要怎么样 要通过这种去体会毛笔给我们的这个体感觉 很多人特别依赖这个毛笔的这种弹力 所以他如果是没有买到适合自己的笔呢 他就甚至自写起来就天然之别 所以这些人呢 他对这个毛笔要求就高 我有时候还经常利用这个毛笔的换面等等 我对毛笔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但是我也要有适合自己的喜欢写的毛笔 这样我写起来也会 水平也会相应的增高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利用毛笔那么弹力的那一个瞬间 大家去体会 因为这有时候很难讲 就是比如说横折横折横过去 你看这个点下来 那提上来有一个毛笔给我们的一个瞬间的这么一个利 这时候就是调风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利用 没有利用这个时候 这样过来 你这个风就没有调起来 这是毛笔给我们的时候 比如说这横过去 这里有一个 他停顿有一个弹 就是行笔的开始 你看点下来有一个笔 有一个铺好之后 有跟我们一个利 过来之后 你看也一样有一个相反的利 这个前后都有一个相反的利 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谈力 在我们调风的一个机会 你用这个谈力顺势调风 我讲的是顺势调风 顺势 什么东西都要顺其自然 顺着来 顺势做的一件事情 当然铺好也是有类似的 这种铺好 下次我们再讲讲 铺好也是要利用 这个毛笔的谈力 那我们下次再讲 好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朋友们再见